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队无一想在这次世界杯上可以走得更远 而且他们的实力也足以支撑这个梦想 不同于沙乌蒂阿拉伯所有球员都来自于本国联赛 日本队球员几乎全部来自欧洲五大联赛 其中更不乏豪门球队的先发主力球员 唐安律 格甲弗赖宝队 前野拓摩 格甲波红队 反仓 逛德甲门星格拉德巴赫 连田大帝 德甲法兰克福 西田马也 德甲沙尔克零四 九宝剑英 西甲皇家社会 前田大人 苏超凯尔特人 整个日本的各个位置都是由这样在欧洲踢球的球员组建而成 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最高水平联赛的快节奏和强对抗 那些国际巨星就是他们平时的对手或者队友 与世界杯的欧洲抢队相比 日本与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肤色和体型 事实上 为了培养年轻球员 日本已很少征召旅外球员参加亚洲范围的比赛 而热身赛的对象也都会挑选欧洲或美洲球队 这么多优秀球员的涌现 源自日本国内完备的培养体系 在日本全国有7000只小学球队 每年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的参赛球队达4000多队 还有700多只高水平的大学生队 这样扎实完整的球员培养体系 可以为日本各级别职业球队源源不断的输送 有天赋的新人 跟周边国家比较的话 日本有22人 效力约欧洲五大联赛 韩国有10人 自从中国最好的前锋无垒 因为得不到上场机会 而告别西班牙以及联赛后 中国已经没有球员 在任何欧洲主流联赛踢球 本次世界杯日本队赛前的目标是打进前八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看他们到底可以走多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